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上午也前往了野柳 漁港 還有金山市場這邊來視察 針對七月二十六號降級的可能性 他昨天表示有信心 今天更進一步指出 只要大家努力把最後一里路做好 就可以預作整個解封的一個整備 來給市民朋友做報告 只要疫情能夠控制到七月二十六號 還是在地板值 然後中央整個統籌 全臺灣的疫情確實受到控制 那業者可以讓他們事前準備 那七月二十六號 如果是一個好的結果 大家就可以很快速的 按照大家的一個指援 迅速的回到安全生活的新型態 黃柔宜強調所有規定都要按照 指揮中心參著各縣市疫情狀況 來做原則性判斷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新北市疫情首號 以及跟其他縣市的這個區域聯防 因為把疫情控制好 才可以有條件的來說 二十六號能不能降級解封 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